我買來了一 我常常在看影片的時候 都會看到有一個東西 叫做螺絲粉 我很好奇螺絲粉到底是什麼味道 所以今天 我買來了 自開鍋螺絲粉 沖泡杯 柴犬欸 沒有啊 柴犬喔 螺絲粉裡面好像會加一些什麼東西 是不是會讓它很臭啊 它的調味料也太多了吧 裡面現在是長這樣 那我們就讓它靜置一下 泡泡6分鐘後加入料包 泡麵不是全部加進去 它這個標題應該是要寫在這上面吧 好算了 那我們就靜候6分鐘 OK 6分鐘過去了 不知道我水加醬量是怎樣 偶克 還有水位線 它其實都有寫 我沒有再仔細看 不錯 這裡是適中 這裡是清淡 那我剛好是加在適中的位置 不錯啊 沒有吃耶 酸筍 很搭欸 然後又辣辣的 我喜歡吃辣 感覺沒有到很酸 我感覺 我的水不夠燙 底下還有沒有到很熟 關鍵是因為這是沖泡杯 期待有一天可以吃到它本人 YA 我買來了2 平常在台灣你們是喜歡吃 臭豆腐這個東西的嗎 我發現竟然有臭豆腐罐頭 可能是跟我們平常在路邊吃的臭豆腐不一樣 不過我還是 買來了 還原街邊口味 臭豆腐 不過這個應該不是台灣的那種臭豆腐 香辣味 它怎麼長得那麼像米血啊 外面沒什麼味道耶 有辣味而已 外面不會脆脆的 是有點軟軟的 其實蠻好吃的耶 完全不會臭啊 我吸一口看看 沒有臭啊 有點像我們之前吃的 起司包裝那種 只是因為這個有泡在湯汁裡面 所以它更濕潤一點 我原本以為它會開起來很可怕 但是不會耶 其實還不錯啦 YA 我買來了3 開了這麼多炙熱火鍋系列 哪天找到了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就是這個 我買來了 炙熱年糕 把年糕一根一根斷開 均勻倒入醬料不要加水 大家剝這個之前還是要記得先洗手 嗯 有那小指頭縫的味道 怎麼年糕會有這個味道啊 把這個年糕的醬均勻的擠在上面 現在就是長這樣 蓋上 好那經過三百年之後呢 年糕終於煮好了 均勻的攪拌之後它就變成這樣 好吃耶 因為我之前有吃年糕的即時包 這個即時包超難吃 這整個很可以耶 所以你放兩片 起司在上面 這個融出來已經 到剛好吃 欸你就是這樣 跟店裡賣的就差不多問題 就是有點單調 所以就只有醬和年糕 然後它的辣醬也沒有像外面的那麼多 剛好就好 我覺得不錯 YA 自從我開了開箱系列之後呢 很多人都叫我開 偶粉 那麼今天 我買來了 奇牙籽堅果偶粉 蠻香的耶 打開裡面是這樣 123 4 5 6 7 加7勺 沸水 莫過於它 2到3厘米 快速攪拌 它說它是晶瑩剔透耶 這個是不是很稠 好我再加一點水 快速攪拌 我是不是失敗 沒救了嗎 啊這樣子吃有差嗎 蠻好吃的啊 經過我們剛才的失敗我們再試一次 1 2 3 5 6 有了有了 它剛剛呢是發白的 然後這是透明的 掌握到訣竅了 水量要超過它大概兩個指節左右 右邊這是失敗的 左邊是成功的 這白白就是半透明的 蠻好吃的啊 所以它有加一些堅果 跟其牙籽 讓我比較有飽足感 這兩個吃起來有什麼差別嗎 這個口感就比較濃稠一點 感覺還是可以吃啊 只是它沒有那麼完美而已 想要減肥 帶餐 我覺得還不錯 蠻健康的 它熱量好像也沒有很高 耶 我買來了5 大家有沒有看過抖音上面會有一些 看起來很好吃的零食 所以今天 我買來了 半熟知識球 長這樣 它真的是有一點軟體啊 就感覺口感沒有很脆 你吃這個嗎 我原本有它的姿勢是會流出來 直接爆漿啊 它有爆嗎 有爆啊 我覺得 耶 我買來了6 上次開了一個自開鍋的螺絲粉 那我還是想要試試看 其他加速的螺絲粉 所以今天 我買來了 自熱火鍋螺絲粉 拍影片的時候我就說 你們有聽過自熱火鍋嗎 然後下面就一對網友 這不是很久以前叫我的東西了嗎 因為現在才在講 酸醋跟辣椒油要最後加 螺絲粉的調味包真的很多耶 這個像豆皮的是補 靜置15分鐘 上天三夜之後呢 我們的螺絲粉 大家在開這個時候真的要小心喔 男朋友在旁邊的話就是叫男朋友開 那我來喝一喝你 它這個麵很Q耶 它是有點脆脆的那種 真的是完全不會臭 你是不是也都沒有聞到臭味 沒有 人家都說螺絲粉很臭 還是因為現場煮的會比較臭 來喝一下這個湯 我感覺這碗比較酸 不過總結是兩碗都很好吃 吃吃看 我覺得這碗比較好吃耶 我也覺得這碗好像比較好吃 一致好評 耶 我買來了7鍋巴餅乾 大家有沒有在抖音上面看過 他們會吃一個鍋巴 聽說這個鍋巴很好吃 所以今天 我買來了 焦藤味跟小龍蝦味的鍋巴 它打開之後是 這樣有很多小包 打了很厚的一層粉 很好吃耶 口感調味很融洽 它口感就是像那種很硬的米餅 小龍蝦味 它一塊其實蠻大片的 它這個不會辣 如果你喜歡吃鹹的餅乾 就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我吃吃看 它有點像那個 米果餅乾 啊你說外面會有海苔的那種 只是調味不一樣 我會吃到後面覺得蠻陶西的 火牆裡面會有一個米果的味道 耶 我買來了吧 音樂棒棒糖 大家在抖音上面 大家有沒有在抖音上面看過 會發出聲音的棒棒糖 所以今天 我買來了 欸我記得這隻好像蠻貴的 哇 很美耶 長按2秒打開開關 戴上耳塞效果更佳 他要戴耳塞 你也不附的耳塞給我 欸 有附耳塞耶 它打開有不會發光還是之類的嗎 沒有啊 我看了 這這樣聽不到嗎 完全聽不到 很小聲 難怪還在嘴巴裡 我跟他聽一下 很小耶 幹 那如果在游泳的時候含這個的話 剛這樣怎麼換起來 它這裡會微微震動 這好像是我的 可是我覺得汙耳塞的效果比較好 有對不對 你耳塞吻起來 這什麼黑科技啊 超屌的耶 這個棒糖還蠻好吃的 對 旁邊的完全不知道你到底在幹嘛 它還有什麼說故事版本 鵝哥版本 我買的這個好像是抖音曲版本 它賣這個價錢我覺得合理 耶 我買來了酒 鍋巴餅乾 大家有沒有在抖音上面看過 他們會吃一個 鍋巴 聽說這個鍋巴很好吃 所以今天 我買來了 焦藤味跟小龍蝦味的鍋巴 它打開之後是 這樣有很多小包 打了很厚的一層粉 很好吃耶 口感 調味很融洽 它的口感就是像那種 很硬的米餅 小龍蝦味 它一塊其實蠻大片的 它這個不會辣 如果你應該吃鹹的餅乾 就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我試試看 它有點像那個米果餅乾 你說外面會有海苔的那種 對 只是調味不一樣 我會吃到後面覺得蠻抖西的 火腔裡面會有一個米果的味道 耶 我買來了10 冬乾冰糖葫蘆 我們常常在抖音上面 看那些甜的零食 是我們都沒有吃過的 所以今天 我買來了 冬乾冰糖葫蘆 它聞起來不是我 心中的那種糖葫蘆 我聞到酸酸的 是鮮渣的味道 冰糖芝麻 然後裡面是鮮渣 鮮渣怎麼那麼酸啊 我以為它是脆的耶 但是它是有點像 麥芽糖 微黏芽的芝麻 不太搭 它裡面是這樣 外面的糖芝麻 我也不是很喜歡 我以為是像外面那種糖芝麻 它上面寫酥脆隔口 可是好像沒有酥脆對不對 沒有 只有蓮芽 它外面沒什麼糖芝麻 它是要拿去冰嗎 它不是果乾吧 只是我們把它想像是 糖葫蘆的味道 耶 太可怕的 皮膚 很棒 增錯